作者 第一财经 近一周内 已有三家科技巨头的CEO减持自家股票 套现金额累计超过2亿美元 6月18日 英伟达CEO黄仁勋向美国证交会报告了一系列股票交易操作 文件显示 在6月13至14日 其卖出了24万股英伟达股票 总价值3120万美元 引得市场关注 黄仁勋是近期继META CEO马克 扎克伯格 戴尔科技创始人间CEO迈克尔 戴尔之后 抛售自家股票套现的第三位科技巨头的高管 一日前 META对外披露了27笔公司内部人交易情况 其中与公司CEO扎克伯格相关的交易共10笔 交易细节显示 扎克伯格分别于6月13日和14日 累计卖出自己所持的META股票 共计4445股 套现金额约935万美元 更早些时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于美东时间6月10日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 迈克尔 戴尔 在2024年6月6日至10日期间 通过6笔交易 出售了自己所持的约148.02万股戴尔科技 戴尔欧的C类普通股票 套现总价值超过1.98亿美元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 在美国科技巨头的持续助力下 当地时间6月17日 标普500指数收于5470点上方 创下2024年第30个新高 那斯达克100指数接近2万点大关 收盘报19902.75点 Avercora SI分析师朱利安·伊曼刘尔称 他对标普500指数年底的预测上调至6000点 原因是人们对人工智能充满热情 这也是目前华尔街对标普500指数的最高预测点位 证券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 受到人工智能市场乐观情绪的影响 2024年开年以来 不少美股科技巨头的股价上浮 美股科技巨头高管借AI热度 在股价高位时 掏股套现的行为 在业内看来已是见怪不怪 据第一财经记者书里 今年1月以来 亚马逊创办人杰夫 贝索斯 谷歌 CEO桑达尔 皮茶一 苹果 CEO蒂姆库克等硅谷科技巨头的高管 都曾抛售自家股票套现 其中 套现金额最大的是贝索斯 他在今年2月以多次交易方式 累计套现约40.8亿美元 其次是戴尔 截至6月18日 戴尔2024年已累计售出超过1354.9万股自家股票 价值约15.72亿美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ChatGPT的开发公司 OpenAI对于员工将所持股份套现 更是持开放态度 公司允许部分员工抛售所持的股份 以便公司推进收购谈判 在谈及近期科技巨头抛售股票套现的原因时 上述证券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在当前人工智能拉动美股市场走高的背景下 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的言论 一位费城联邦银行行长帕特里克 哈克此前表示 2024年内美联储有可能实施一次降息的操作 一是时间点和降息范围不确定 二是影响不确定 因此 在此之前 市场各方的操作肯定是以保守和规避风险为主 他指出 另一方面 从估值来看 微软 苹果和英伟达之间的市值领头羊之争越发激烈 在17日美股开盘之初 英伟达的市值一度超越苹果 攀升至全球排名第二的位置 但随后 苹果在交易中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反超成为市值最高的公司 然而 到了收盘时 苹果的市值又被微软超越 多轮角逐之下 目前这三家科技巨头的市值总和已经达到了9.875万亿美元 鉴于AI公司的估值太高 市场各方也会变得越来越谨慎 这一客观状况亦可以被理解为上述高管减持自家公司股票的原因 上述分析人士说